最近我可以告訴大家,娛樂圈很流行是一些真相 慢慢和以前的什麼都掩著掩著的年代不同了 大家都願意把那件事說出來 很多時候有很多秘密隱藏了很久 當年為什麼會發生? 大家一直都不說,算了就過去了 現在很流行把當年的秘密說出來做賣點 當然了,都過了這麼多年了 也可能是一個世代開始喜歡的真相節目 說真話,來到就說真話 不然我們今晚見,怎麼會這麼好看? 每個嘉賓來到都要說真話 真心對話 當人說真話,有些事情會原諒他 他有苦衷 原來每個人去做每件事 或者那件事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可能真的有一個原因 但這個原因可能他當年沒有說 當年沒有說 大家誤會他 以前很流行的,多一事不宜少一事 現在就不是了 每個人都走出來說真話 例如李麗裔 你當年為什麼會跟溫少林分手 算了,過去了就不說 但現在流行就是 全部說回真相 說,原因是什麼 因為最近 如果我上去做你的電視節目的嘉賓 我才說 留回來是不是? 老如有約,思浩有約才說 當然了 這些真的這麼容易 說什麼? 雖然你知道 但是我只有親口說 你親口說,這樣就可以了 最近這個秘密隱藏了45年了 哇,45年? 不說就可能是概觀定論 突然是一個不覺意,死了 沒有人知道了 45年? 忍得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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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個個都忍得這麼久 這個秘密 個個?有多少人? 這件事 幾個人 還有幾個? 有沒有這麼厲害? 那也很捨得秘密 沒有人包出來 大家都不說 大家都不想說 大家覺得說了 大家一定得失大家 不要說 大家得失大家 不要說 是不是四朵金花那些? 類似這些 四朵金花 四大天王 這些秘密 很多時候不說就不說 是呀 不是呀 全理不和 沒有這些事 問了都是沒有的 這麼高這麼大 如果我說真的 我會覺得我很小器 是呀 我會很生氣 這樣就覺得你小器 你都不說 現在終於有一個人開始說 這個秘密 隱藏了幾十年了 在1973年 1973年 45年 1973年? 幾歲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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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從頭到尾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啊 你也不知道什麼事 你還在游水 你一定不知道 是啊 但是你也會想知道 是啊 他不單純把秘密說出來 是 再拍電影 哇 很大膽 是啊 值得拍電影 是啊 因為很多人跟他一起成長 比如說 例如那些什麼什麼 比如最近有一個女生 出寫真 她的賣點 你知道出寫真也有賣點 她就把當年被人抓去 文說被人輪姦的事 說一次出來 哦 OK 就銷售她那本書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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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要把隱藏這麼久的一個秘密 嗯 我在這本書說一次 嗯 現在流行賣點 是啊 一定要的 要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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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最近葉家寶 她也把當年在亞洲電視的委屈 哦 就在今次這本書裡面 說出來的 就是我和公關有個約會裡面 說出來的 喂 說真的 那下一次輪到阿珍山了 哈哈 是啊 下一年的書展 對呀 明年的書展 第二十二代 就是阿珍山了 一定有些委屈 他說我隱藏這些秘密 我不隱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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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隱藏了這麼久了 我也不生氣了 所以 你不停看到這些真相真相真相 一個一個這樣揭露 但今次把這個真相拍成電影 就是什麼呢 其實我想 兩個禮拜前 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加珍姐姐 因為我很欣賞她 很尊重她 一個電影的 就是電堂級的監製 她說 星期一晚上有空嗎 我想請你看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很鼓勵香港人 你來看吧 我就回覆了加珍姐姐 我星期一要做電視節目 我也很想看這部電影 就是陪著我們香港人成長的溫那樂隊 溫那樂隊 成軍45年 1973年成軍 成軍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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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可以更早一點 因為好像聽聞他們還沒有在溫那之前 這個名字 好像叫Loser 對 但不是這五個 就不是這五個 有些沒有些 有些沒有些 最多加珍姐姐 最後就變成溫那 最先有陳百祥 Loser那期是有陳百祥 所以她脫掉陳百祥 就是Winner 那她會覺得是Winner 果然真的Win了 Win了 他們在想如何讀她 改變了 改變了 那就是 沒有Loser 沒有了 我們改對名 現在叫Winner 你一脫掉就Winner 好了 這個不是 剛才說笑 不是他們成軍的原因 也不是他們分手的原因 大家一直都不說 當年分手的原因 就是他們拆火的原因 因為他們一直是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不肯說 大家都不想說 因為你會傷害到他 當然 因為是他開口說 我們拆火 我們拆火 那這個應該是譚校長 你覺得是五個人 誰開口說拆火 校長 校長說拆火 我覺得是 因為校長他可以自己讀多一面 那他就覺得不需要和你們一起 我是這樣的心態想 你用這個心態去想 因為1973年成軍 他們那十年中 紅霸著所有香港樂壇 哇 他們很厲害 他們紅到不得了 像香港的Beatles一樣 對 紅到不得了 哇 那些妹妹追隨著他們 整班樂隊 他們只要一出來 就穿喇叭褲 L O V E L O V E 終於是他們說 當年是我說拆火 他們應該自己說 austin 自爆 他們說誰是拆火的 陳友 竟然是陳友? 為什麼? 當天他們當年已經很紅很紅 在70年代尾時他們已經紅得不不了 還記得那天他們從來沒有吵架 很難得 但會互相串罰大家 但串罰完就沒事 像我們這樣 從來沒有吵架 但互相是大家感情很好 終於有一天 陳友在廣播上電台做完節目後 前面有一個草地 他們躺在草地聊天 他終於跟大家說 不如我們拆火 突然之間 陳友說 不如我們拆火 是否跟剛才做的訪問有關? 當時他拆火時 其實最震驚的是 是校長 譚詠麟和中鎮濤 他是當時最震撼的 好地地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知道 因為陳友想讀DOMY 自己拍戲做男主角 還是覺得自己分錢分得比較少? 一定是有個原因的 但當你聽到原因 你們會流眼淚 是呀 拆火這麼紅 你沒有猜過 一定是中鎮濤開聲 是呀 校長 譚詠麟開聲 因為要單飛 沒有想過是陳友開聲 當時他記得草地裏面 他說大家拆火 各有各走 彭健身和阿強是完全沒有反應 記者就問他 沒理由的 他們兩個拆火的 一定很緊張 他說我前一晚已經通知了他們兩個 陳友是生在中鎮濤和譚永良沒有說的 沒有說 他們兩個已經說了 知道了 他們兩個有心理準備拆火 應該都猜到什麼 是的 不要拖累他們 是的 他說我們三個不要拖累他們兩個 真的這樣 他們說我們三個不要拖累他們 他們兩個已經很紅了 他說我們其實是拆著他們 是的 出來也沒有人叫我們 他說其實拖累了他們 是婦女 他們覺得自己三個都是婦女 他說當時因為大家真的是兄弟 他說他們商量了一晚之後 不如放譚永倫 他可以發光發熱 中鎮濤可以發光發熱 他們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聽到很多人打電話來 其實只是找譚永倫 就是只找中鎮濤 但是他們說不行 我們團隊 一定要一起 你就是譚永倫 我就是陳友 我就是阿強 我不會出聲的 你說是是 我都贊成你這樣說 我們是輪貨 你只是打電話去找你 你就說要倒閉陳友和阿強 一樣的 陳友當時覺得好像阻礙他們兩個 他說覺得他們兩個可以再 因為他說溫馬已經到了頂 但如果我們再阻礙譚明倫和中鎮濤 他說他覺得他們會成為再高一點的天王在天王上面 他說不想阻礙他們 所以就有一點點咬著 即是含著眼睛跟他說 我們分手了 是想你好 是啊 分手了 不想拖累你的事業 你繼續向前走 因為他覺得他們兩個真的會成為天王巨星 他說你拖著我們三個去不得遠 你走 然後他說當時譚詠麟和中鎮濤 不是吧 在這個時間你不 走 走 走 好像雨場片一樣 是啊 想你好 走 解散 我們溫馬 解散 其實很好看 他們解散 當然他們解散之後 譚詠麟很紅 在台灣拿了影帝 然後中鎮濤又很紅 有一天突然很後悔陳友說 我是沒有事做那個 即是解散之後 真的沒有人找他們 真的沒有人找他三個 沒有 而另外那兩個都經常討他 說什麼解散 對呀 不解散的話就好好的 你幹嘛說要放他們走 健仔和阿強就在那裡說陳友 就罵他當日的決定 解什麼散 然後陳友說你做兄弟 你提到他們這樣 即是都不想拖累他們 但又這樣 如果你有這樣 為對方想的心 你就做得一輩子的朋友 你看到他們到今時今日 很好朋友 還會很好的朋友 大家的感情很好 還會和大家一起 紀念什麼WONNER 三十年 四十年 我覺得是因為這樣 中下來的 中下來的 他們為別人 到最後陳友坦然說 各走各路之後 他們自己另外那三個 真的走得很懶 而另外他另一邊 也等譚詠麟和中鎮濤很開心 他們真的原來發光發熱 就等於當初自己想 自己是我們幾個 其實都有點阻礙他們 變成他們真的發展得很好 他們兩個真的 不要緊 他們三個 正在咬牙關 不要緊 我們終歸都會結合 結合 讓他們出去 賺錢 看看這個世界 他們真的會紅 你看到在鬥裡面 他們真的發光發熱 放他們出去 那很多時候 這些組合 不單是WONNER 你歷年來見 很多組合都是這樣 是啊 但通常都是分手 不開心收場 但他們很開心 他們不是 他們一世朋友 陳友這次也說 你會不會不開心 有時候那些人 只是叫譚詠麟 中鎮濤 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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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說不開心 因為他們五個是很好朋友 私底下很好朋友 私底下非常好朋友 相反 他只是一件事 相反就是 那些外來的人 令我不開心 哦 會說三說四 說三道四 不是 他說有譚詠麟 有中鎮濤 就去其他地方 他們的房子大一點 美一點 我們的房子是小的 沒辦法 他都知道自己是 是啊 這樣我們也不會 是啊 對他們兩個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們都是對樂隊的主 一個主音歌手 一個又英俊 而且他們兩個真是紅一點 等於如果我們將來有機會 一起三個去做事 如果你說你住總統套房 我們兩個住普通的房 我想我們兩個明白 不會的 我們不會說不開心的 他說不開心 不過我幸好 因為譚詠麟和中鎮圖 一次次是怎樣 他們永遠安排了最漂亮的東西 是啊 他們通常是吊房 我住在那裏 這麼好啊 是啊 他們說這份心就是那四十五年的感情 他說很多時候 B哥哥 校長 也好校長也好 是讓給阿強 阿強是住最漂亮的那間 哦 他就說健仔 你看看 我免得影迷犯了我 你住那裏 其實他們的兄弟情是這樣建立回來的 難怪的 他沒有特地去得到 我今天很紅 我讓我住最大 我是應得要住這麼大間房 他說不會 因為這種兄弟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很懂得做 是的 阿B哥哥和校長都很懂 你這樣說多舒服 我免得影迷在門口等著我 你住 我住你的房間 我們吊房 這樣 你又很下台 對 我接受得開心 上次我們去哪裏哪裏登台的話 就說陳佑你住 這次阿強 這樣嘛 你對人家很舒服 他說相反 令到大家 那五個人 沒有因為自己 誰比較紅 誰比較弱 所有事情 很共同 所以他們才可以做了四十五年的朋友 那真的很難得 他裏面一件事 小器都沒有 是的 特別是弱的那幾個 你那個心理 是更加需要 take care 是的 你紅的 你已經拿到最好的東西 看看你怎樣看 是的 所以他們生活得很開心 反而溫馬 是一個香港人 幾個年輕人成長的故事 就是一個團隊 總有一些紅一點 總有一些弱一點 一定有的 歷年來每個人都有 哪一隊沒有 但是很多人拆了火 就連朋友都做不到 是的 拆火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咬到臉紅已熱 很多時候都 或者有比較 有比較 就算你自己不比較 明明最壞的是傳媒 經常拿你們來比較 是的 你自己不比較 是傳媒要拿你比較 你看得多這些新聞 你自己都生氣了 是不是 今天那篇新聞就讚他 今天那篇新聞就讚我 明天那篇新聞又踩我 所以你問我 除了溫馬 是一個香港人精神 另一隊樂隊也是 他們永遠可能變成 香港人的一個禮物 因為另一隊Beyond 經常都吵架 另一個就是草蠻 草蠻好像很少聽到他們的吵架 他們不吵架 沒有 又是很團結 他們三個 可能他們兩個都知道 阿傑仔是主打 就是阿蘇老闆做的 大家互相抬降 就是笑啊你啊 那些 是的 但你看到他們是很有默契 很有默契的 又知道誰是會做主 他們很疼大家的 他們很疼的 暗地推了阿傑仔做主 因為他喜歡做主 然後繼續賺錢 創作那個 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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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知道自己走什麼路 所以他們很鞏固的 你說溫馬這麼鞏固 少有香港樂隊這麼鞏固 下一個都應該是草蠻的 他們三個兄弟很有同心 什麼都一起找 首先你三個兄弟裡面 本身兩個已經是親兄弟了 那就好一點 親兄弟都可以吵架不做兄弟 都可以因為名利不做兄弟 好像是這一行比較少 我今天上這一行的親兄弟親姊妹 好像大家都互相關照大家 好少聽到他們兩個不對 如果說這一行的親兄弟和親姊妹 你夠娛樂圈不熟了 你又嘗試叫陳嘉玲和陳秀文 拍張相片給你看 兩個 是嗎 那我不知道 那是因為某人作怪 而令他們兩姊妹有這樣的事情 你又嘗試他們兩個走賣 這張相片給你看 都很久沒見過了 這張相片 很壞臉 他們小時候開始拍的 大概都沒有拍過 不是的 要吵架上來 連親人都會吵架 所以很多時候 最近一部電影 令大家重新是這個 就叫溫馬樂隊 他們有一份精神 就是互相包容和扶持的精神 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就算親兄 如你所說 親生的親兄弟五個 都有拗喬 你告訴他們 以前有一對樂隊叫做Cookies 你叫他們九個拼分在一起 真的 彩你也傻了 有些都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都碎了 你試試他們結婚 請不請齊 希望我們成為下一個 就是大家爭分數 沒錯 就是這個很鞏固的鐵三角 很鞏固的鐵三角 你不要等著我們 早上到房間就給我們住 不是的 交換 我給你們住 好的 好了 再次說 溫馬樂隊 他們五個成長 五個小朋友 一個成長篇 眨眼睛都45年了 45年以來 他們如何鞏固的兄弟情 就是一份包容與愛護